在直播的過程中 小禎的三個朋友 同時看到後方的陽台門框 有個黑影在晃來晃去 當時的時間是晚上的11點 朋友以為是設備有問題 但重新登錄後 還是會看到那個黑影在哪裡晃來晃去 前陣子在公園運動時 遇到了許久沒見的朋友小禎 看他面容憔悴 經過聊天後 得知朋友的住屋遭遇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小禎收入減半 還被二職房東漲租金 他只好被迫搬離 卻租到一間凶宅 18坪且接近市區還有附家具 一個月卻只要5000元 但當時小禎急著找房子 看到租金很便宜 沒多思考就簽了一年的約 剛住進去 只覺得有一個地方看起來特別突兀 就是陽台門的框比較行 和窗框的顏色不一樣 在角落的地方 還佔有一點黑色的帳戶 但因為現在租的這間房子 比之前的還大 小禎心情很好就沒去在意 為了防疫 小禎一直宅在家 第一個月都抱著愉悅的心情在生活 能暫時的耍廢放鬆 天天熬夜追劇到天亮 第二個月隨著疫情開始趨緩 他被公司通知 一星期後就能分流上班 小禎開始痛苦的調著時差 剛開始早睡時 他在床上翻來翻去就是睡不著 偶爾無意間 眼神飄到陽台門時 只覺得那個角落特別的黑 但也沒去在意 日子一天天過 也覺得那裡只是有點發眉而已 可能是在家休息的一個月 突然要開始上長達10小時的班 讓小禎有點吃不消 一到家洗完澡 也懶得吃晚餐到頭去睡 休假日也幾乎睡一整天 這樣的生活模式持續了三個星期 小禎覺得自己的身體 越來越不舒服了 某天跟公司請假去看醫生 但也只是拿些止痛消炎的藥 就回家休息了 在請假的當天下午 小禎吃的藥沒多久 就開始昏睡 但睡到一半卻聽見詭異的聲響 像鐵架在搖洞的聲音 由於很不舒服 就沒有下床去尋找聲音的來源 而隔天 因為身體還是很難受 就請假沒有去上班 午後醒來整理家裡時 他發現陽台角落 黑黑的黴菌變得很長 從窗框一整片延伸到地板上 雖然已經住了一段時間 但小禎直到現在 才開始去檢查屋子的每個地方 發現除了陽台門框看起來較新外 客廳有一面牆 也是被重新有期過的 隨後小禎接著環顧完四周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有陽台門的角落會有霉菌 就買了去霉劑隨便塗一塗 幾天後的假日 小禎的阿姨來訪 但只在門口短帳位問的阿姨 一眼就看到 陽台門角落那裡黑了一片 便熬到了小禎幾居 要多做居家打掃 當下小禎覺得很奇怪 明明幾天前 才在那裡塗了去霉劑 怎麼又會長出來 而且比之前更大一片 會不會是去霉劑沒用 雖然這樣想 但在阿姨離開後 小禎又去整理了一次 繼續住了一段時間 每當小禎睡到半夜 只要身體特別留 歡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友蘇 我是瘋狗邊 終於是週五 每天週五十二點 小邊照口夜 陪你聊聊最熱門新聞 每天直播在線等你喔 掰掰 對或不舒服時 都會聽到那個詭異的鐵架聲 而且還開始會伴隨著不好聞的氣味 在陽台門的角落 也還是一直長出美軍 每當長出來時 小禎就會突去美跡 這樣反覆的事件 雖然讓小禎懷疑房子疏有點問題 但因為很忙碌 這樣的想法 總會被其他事情給轉移 直到有一天 小禎睡前在跟朋友們直播聊天時 事件才真正的爆發出來 在直播的過程中 小禎的三個朋友 同時看到後方的陽台門框 有個黑影在晃來晃去 當時的時間是晚上的十一點 朋友以為是設備有問題 但重新登入後 還是會看到那個黑影在那裡晃來晃去 而且影像更加的清晰 像有個人掉在那裡一樣 電腦前的朋友 害怕的發出尖叫聲 一直叫小禎快離開房間 在小禎慌亂尋找包包時 又聽到了那個鐵架聲 嚇著小禎穿著室內拖鞋 就跑出家門 直奔附近的草上 一直待到草上 隔天 小禎就在朋友的陪同下去找房東理論 沒想到房東很乾脆的告訴他們 那間房子有往生過人 十幾年前 有一個患有憂鬱症的學生 因為受不了同學間的霸凌 所以又選擇上吊在陽台門的框上 一直到傳出臭味被附近的住戶通知 才知道學生已經過世好幾天了 而陽台門角落的黑莓 就是因為失水滴下來的緣故 之後房子閒置了很長一段時間 重新整理後才有出租 最後房東攤牌跟小禎說 當初小禎驚訝房租便宜時 已經有口頭告訴他 這間房子有點問題 但當時小禎也沒懷疑 他很開心的立即付錢簽約 現在要退租是不會還他保證金的 那時聽完朋友的租屋遭遇 我勸他趕快搬家 但這幾天得知 他也是住在那間雄宅裡 所以已經有找師傅來做定宅了 我想應該是因為小禎有經濟壓力 所以才不想搬家吧 如果是我不管做過什麼處理 我都一樣不敢租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